我们来介绍一下 级数是收敛的情况之下 它有什么性质 它有线性的性质 假设是这样子 有两个级数 AKBK都都是收敛的 那么我们一个常数 这个级数是每个都乘上K倍 那我可以告诉各位同学 它有线性的性质 可以把这个数字移到前面去 这跟数列一样 那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的容易 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两个收敛的级数 如果说它个别的组合起来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跟数列一样拉开来 变成了两个级数的相加 那么收敛收敛收敛 这当然都是收敛的 这是我们所谓的级数的话 假设收敛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拉开来的性质 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部分 下一个部分的话 这是颠倒过来说了 假设说它是发散的 一个级数如果发散 乘上了一个常数 则这个级数也会发散 那么我们在这一个单元里面 介绍的这个性质 是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我们在对付很多的一些收敛 或者是发散的级数 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之下 我们常常会需要把它拉开来 或者是如果说是它有 乘上一个常数的时候 我们也会把它移到前面去 并不会影响到它的收敛或发散 那所以这些性质 我们必须要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